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今天当然各界的关注仍然在花莲 在这场地震当中所造成的严重的伤亡事件 今天的蔡英文总统已经在此时此刻抵达了花莲 来指挥勘察这个灾情 花莲的状况是如何呢 目前花莲县政府的高级主管也在跟总统在做灾情的了解 跟后续的这个发展跟增援当中 在现场我们请到了花莲县议员刘小梅小姐 来帮我们把情况做一个最新的理解 非常谢谢刘小梅刘议员 刘议员您早 大家早安 寇姐早安 非常谢谢 因为听你的声音看起来是很辛苦一个晚上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新闻的报道是说 现在花莲大概经过昨天晚上的地震 已经不幸有两人历难 还有失踪的人士 200多人受伤 您帮我们了解一下你的理解 现在的状况 失踪人员以及救难的情况和各界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援助 昨天地震一开始的时候 刚刚好我才下火车 大概是11点40分左右 所以第一时间我还在路上的时候 回家的路上的时候 就已经接到民众的电话 然后我虽然是非常迅速的感到第一栋 我看到的倒塌大楼 就在国民八街的位置上面 那因为花莲过去长期都是 大小地震不断 但是呢却比较没有传出重大灾情的地方 所以房子的结构 过去可能花莲是在地震呆 所以在盖房子的时候都是结构上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我第一次在花莲看到就是这么样大的 四处都是倒塌的房子 不到 是这样想好了 那我到那一栋的时候 因为刚好临近车站附近 所以我到的时候 所有救难人员还有警察 警役校都还没到 都还没到 那还好就是说 下来的时候几乎民众都吓傻了 那因为两栋大楼是对面的 两栋都倒塌 还好一楼 他们的一楼是停车场 所以第一时间我就是赶快 还有很大的余震 因为那时候余震大概都超过五级 都超过五级 所以大家几乎都是 民众也是非常的惊慌 也吓傻了 所以第一时间当然就是进行鼠散 那没有任何的麦克风 所以我用口 直接用声音喊 用声音喊 所以你在现场帮助指挥救灾 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现场都还没有救难人员 所以这是第一栋大楼 那因为刚好现场还好还好 真的是万幸有一个非常长的旅梯 让大家爬下来 所以你讲的那个就是国民八街 国民八街有大概三栋的楼倒塌 那第二栋我到的现场 就是因为我们大概 那时候消防队员也还没有办法赶到这边 所以有一个 我自己用电话请 他事人赶快先过来 跟我一起确认现场还没有人的时候 我们确认现场没有人之后 我们就到统帅饭店的那栋大楼去了 是 对统帅大楼那一 昨天晚上刚刚好有非常多的住客 非常多的住客 对对对 那他的一二三楼呢 大概都是宴会厅和餐厅 四楼以上才有住房的客人 那倒塌的时候 他是整个垂直下来 也是跟国民八街的情况是一样 垂直下来的 那等于他的四楼变成一楼 那因为现场有一点危机 是因为瓦斯有歪血 然后同一时间呢 警役校开始在破窗进去各楼层里面巡视 然后疏散所有的包含日本籍很多位的旅客 那其实疏散的过程在旅客的部分虽然惊险但是算是非常的顺利 可是因为到后面中间我们发现 统帅饭店的一楼的柜台可能会有两个人 工作人员和地下室有一位工作人员 所以在现场其实昨天的地震还好没有停电 所以我们在地下室的那个员工有跟他们副总电话联系上 所以在统帅的这个员工的救援上是 算是有顺利让他爬到一个空隙里面等待救援 所以这位陈明辉先生嘛 刚才我们看到所有的报道 他都非常安然无恙 那可是现在统帅有一位不幸罹难了 然后现在我们知道的统帅有多少失踪的这个人士呢 目前来讲统帅应该是还有一个柜台人员 一位一楼的柜台人员 因为这个房子这个沉到这个地下室去了 对不对 所以其他的住户都已经救出来了 对 等于是住宿的客人 好 所以我们现在在花莲 因为大家非常悲惨的记忆 是前年的围观大楼啊 那在台南 那他这个他发现住户越来越多 然后失踪的人也越来越多 带救的人也越来越多 结果这个当时的台南市长赖兴德 就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间啊 各个地方政府跟中央都合作 救人还是历难了有100人以上啊 那现在的花莲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有两位历难嘛 对不对 那其他的是受伤 那在这个待救的 其实受就是说那个大楼的倒塌 目前看起来最严重的应该是云翠大楼 云门催堤大楼 对云门催堤那一个催堤大楼是比较严重的 那现在有个消息是说云门催堤大楼 它有20多户是受困的 这个是事实吗 就是也就是20多户 如果一户有两个人的话 也就有40几个人嘛 对不对 那应该其实我觉得这个数据可能还要再待证实啦 因为它是倾斜45度左右的倾斜状态 那因为这栋大楼也蛮高的 也非常的高 所以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花莲县议员刘小梅 刘一元这个在花莲县厂跟我们来说明 在经过昨天晚上的七级的地震之后 花莲呢 现在的灾情看起来比大家想象中要这个严重很多 那这个状况呢 他现在刚才那个刘小梅小教讲到统帅 我们也看到一位管理员呢 他们已经被救出来了 这个他自己呢 是因为在地下室里面呢 在活动当中 那是正在这个已经回家了 那另外一位呢 是失踪的 那在历难的人员的名单当中呢 有一位是自己的家里面受到这个 好像这个灾情啊 他就他就也过世 所以有两位历难者 然后另外还有呢 刘小梅议员告诉我们的就是云门翠堤大楼 现在是倾斜六十度 有二十多户困底层 我看到的这个新闻是这样 那目前啊 蔡英文总统的本人已经到达了花莲了吗 刘一元 因为我昨天到三明晨三点三四点钟才进到家门 那是四点钟左右 所以我现在还没有掌握总统的讯息 那不过昨天晚上 我们先表示一下这个 对于刘小梅小姐的感谢 就是说她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她在国民三阶帮忙这个 国民八阶 对不起国民八阶帮忙救难 所以目前的花莲的人心啊 花莲的你的选民们 大家对于救灾这件事情 对于余政啊 这个未来的这个善后 有什么样的这个呼救呢 他们呢还算是心情可以平静的 来等待各界帮忙提供援手吗 现在昨天晚上第一时间 那个赖医院长已经指示各方的救灾人员 疹状待发 昨天第一批台中林嘉隆市长 已经派出他们消防的收救队 还有人员以及收救权都已经出发 新北也是 对对对 同步的时候台中线出发之后 新北也出发了 所以很多的民众因为害怕 现在不敢在家里 现在还在部阵非常大 非常大 目前啊 有片啊 好这个那花莲县的县政府啊 这个县长啊 他们现在正在跟蔡英文总统 在做这个灾情的汇报当中 如果有最新的发展呢 我们会再告诉大家 所以刘晓梅议员呢 他帮忙救灾到早上三点钟啊 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花莲的市区 刘议员不会有那种 那种满目疮痍的感觉 街头上有民众是不敢住在家里 会住宿在空旷的地方 因为花莲是一个观光区 甚至对观光客比较影响 是整个路上通通都是盖 因为昨天晚上很冷 然后包着棉被在路上 对很多很多 需要救灾的资源吗 通常这个情况 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捐赠捐款啊 那资源有的时候会过剩 但是目前您呼吁其他的县市 我们的全国的同胞 能够出钱出力 如何表示对花莲地震的这个关怀呢 目前我们看起来 倒塌的都是大楼比较多 然后如果倾斜的 也几乎都是全是大楼 那零星的民宅还没有进行 相信数字的统计 那我觉得在这个救灾的物资 基本上大型基居 我想花莲这边一定是跑不掉的 因为如果是大楼 而且这几个倒塌的大楼 偏偏都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对都非常的大 属于大型大楼的 那这个部分可能会第一时间最需要的 那其他的物资 我觉得恐怕要带这个 社会处理及 救灾指挥中心来统计之后 在统一堆坏发布 OK好 非常谢谢你 谢谢刘小梅议员 请你先休息一下 这个非常辛苦 昨天呢 也差不多了 是 好谢谢 小梅议员呢 他昨天呢 是在地震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他刚好回到花莲 他去帮国民八街的 倒塌的大楼 进行救援呢 我们知道花莲县政府正在准备要给蔡英文总统做简报啊 蔡总统大概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预计规划 赖清德院长跟蔡英文总统都会在今天早上要前往花莲呢 不过各位也都知道啊 像这样的一个灾区的情形 如果他还有余震的话 政府的首长的相继的这个去看灾啊 他们的安全呢 如何确保 以及在现场的情形啊 是如何不妨碍救灾 其实都是大家必须这个关注在心的 昨天晚上呢 总统府跟行政院都连夜啊 了解情况 特别是行政院呢 紧急应变救灾小组 由赖清德院长来指挥 各位或许记忆犹新在前年 也就是2016年的2月6号 台南在一场美农大地震当中 围观大楼晴岛 那个时候刚好是农历年 那围观大楼晴岛之后呢 他的附近的供水的水管发生了破裂 而也造成了这个围观大楼 他们非常重的伤害 有一百多人历难 那 围观大楼也是今天 是 所以我们呢 这个 对 应该2月6号2月7号左右嘛 所以 记忆犹新 现在的赖清德院长 他从台南市长 已经升任了行政院的院长 面对这个灾难 而且昨天呢 台湾好像不是一个很平安的日子 因为昨天的前天凌晨 在兰宇有一架救灾的黑鹰直升机正驾驶 副驾驶 以及他们参与救难的护士 跟病患还有病患的家属 总共6个人 目前仍然是失踪的状况啊 这个 从来与一起飞就坠海 昨天的股市 在全球的股灾当中 曾经跌了有640几点 我不是 就是说 后知后觉 或是 后面讲话 其实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啊 其实我很多朋友跟我说 连计程车 我们的 问奖先生 还有很多 朋友的妈妈 家庭主妇 或者是美容院的小姐 都参与了购买股票 这是事实 那 其实我在我们的连线当中 很早就已经说过了 居安思维 那 很麻烦的是 昨天 台湾的股市 在融资断头之下 发生股灾 但是这不是基本面的问题 所以大家 来慢慢的等待 更平安的日子 马上回来咯 舍庭主妇 我认为 我认为